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异习俗的偏僻乡村修水 因为修理破车耽误了时间 没过多久山城里就飘起了浓雾 于是可怕的黄泉祭之夜开始了 这个宴会的内容完全照搬了狼人杀游戏 狼 人 预言家 女巫各个角色一应俱全 但与生活中的游戏不同 每天不但狼人要出来收割生命 宴会上被投死的人会被当即拉走领盒饭 为了保住自己小命 男主不得不和宴会中立场身份不明的其他角色 斗智斗勇推理反推 最后揭开这个神秘村落黄泉祭之夜的幕后真相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推理思考逻辑思维的玩家 那么对这个作品极大概率会爱不释手异常上瘾 这一类玩家只要能让他烧得脑僵子沸腾 哪怕再简陋的画面音乐都会根本视而不见 很显然青春阿普就是这个类型 因为要时刻根据信息做出判断和解读 又要根据故事推进不断的前后理顺线索之间的关系 这种要时刻注意细节 然后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思考的感觉 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忘记时间 其实每个玩过狼人杀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游戏里的变量太多 最难考量的是人心 正是狼人杀的精髓所在 本作男主和几个在宴会中主导形式的高量角色 比如乔本雄大 织布太长 能理清之界 令人印象深刻 高智商角色的群体发挥 脑力薄杀 互相碾压 让人爽快感满点 又惊喜连连 很多攻守试探桥段 堪称经典 回味无穷 每每让人拍案交绝 第一次成功找出狼的成就感 以为是机一 结果又要重新开始寻找其他路径的错愕感 转眼化身为狼 恶意满盈的黑暗感 真的是太过瘾了 而在多次循环下 每次对不同女主的情感代入 算是本频道推荐的重要理由 但为什么你就不能有点福利呢 虽然本作的女主们无论如何和千娇百妹搭不上边 但是正因为玩家对故事的投入度极高 例会相当一般的女主们都变得让人心圆一马 难以自持 说了那么多优秀之处 缺点也还是要如实到来 在前三次循环的一路狂飙 过瘾烧脑之后 剧情的紧凑压迫感在意料之中的逐步降低 为什么说是意料之中呢 其实从一开始这个狼人杀局不是一个游戏 而是一个真实事件的设定就注定了 这是一个天坑 需要补完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 难如登篇 但是因为日常的背景 就喜欢搞什么民俗啊 神明系统啊这些 其实本作的制作人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果最后一切的设定都能用人为来解释 并且动机合理 逻辑自洽 那显然是这类作品的最高境界 推理作品最怕机械降神的道理 所有人都明白 所以当我看到摄像头 遥控锁 这些格格不入的现代设备 粉末登场的时候 青春UP真的以为 本作要冲着这个最高境界去了 然而 因为狼人杀游戏设定 用人为来解释 难度实在过高 最后的解密已经让制作人疲于奔命 并且由此带来的恶果是 玩家的吸引力 原先一直被狼人杀游戏过程中的精彩所引领 却最终被如何解释 这个狼人杀游戏本身而拖垮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制作人肯定是吃了乌头饭饭 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要我说还不如改成类似于 鱿鱼游戏这种设定来的干脆利索 有同感的观众老爷们 弹幕打个一告诉我 综上所述 人狼村之谜 我给86分 一部非常精彩的逻辑推理作品 如果你在生活中酷爱玩 桌游狼人杀 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款 在日式推理作理 人气很高的游戏 就太适合你了 作为一个路途 很多剧情人物的性格特点 关键台词 是需要多次循环 来点滴拼受的 这种跨度很大的 信息碎片收集感 令人着迷 虽然游戏后期试图走进科学 解释的让人略感遗憾 但这是设定本身的问题 也不用太过于苛责 本作的男主 房石扬鸣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小帅 有趣 小花心 会逗女生开心 关键在于智商在线 这样的男生放在生活中 如果再略有点小钱 简直是女神杀手嘛 而男主极其过硬的心理素质 让我不禁好奇 这个自称来自东京 其实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姓慎名谁的研究生 到底以前经历了些什么 如果有续作 补完这些 那我是非常有兴趣 去了解的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